现在很多网友都挺关心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 那么力量对比呢有很多方法 其中有个方法就比较那个GDP GDP呢是20世纪啊 出来的一个经济学概念啊 以前没有的 19世纪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 是20世纪才有的 那么我觉得GDP很有意思 它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介绍到中国的 当时呢经济学界刚开始啊 对他评价特别高 说GDP这个概念是20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法律 一个概念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国际地位啊 基本上搞清楚了 特别好啊 但很有意思啊 这个经济学界是变化的 当2010年呢 中国GDP超过日本 跟美国迅速接近的时候啊 经济家重口意思全改了 说GDP没意思 这玩意儿啊没有意思 这很有意思啊 中国不行的时候 说特别重要 一旦中国写了 那没意思 得换别的 这个就换那个人均GDP 但是马上就用国赤 人均GDP可能有问题 比如说卡塔尔 人均GDP特别高 比美国高多了 对吧 但是大家都知道卡塔尔 没有现代化 对不对 卡塔尔靠的油气主要是气嘛 对吧 但问题是卡塔尔的气在哪 他也不知道的 美国人知道的 是吧 谁给他开采出来 是中国人给他开采的 谁给他卖出去啊 美国人卖出去了 怎么送出去 中国人给送出去了 然后这个国家呢 35万公民嘛 实际上住了200万人 大部分都是老外 对吧 那个 然后就日常的管理 全是老外在来管理 那个 包括海关的官员 这个 大部分都是印度人 知道吧 其实这个国家很有意思 很有钱 这个人民生活 就是他的公民生活 也很富裕 非公民生活不是很好 但是公民生活非常富裕 但是他肯定不代表现代化的 那个 那个最高水平 对不对 如果这个国家油气开采完了 这个国家肯定就没了 住鸟兽上 对不对 所以这就很有意思 GDP呢 我们国家还是看中的 对吧 那个 他还是一部分反映 那个经济现实的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 GDP不是很好的反映一个国家 综合实力 所以呢 就是 现在国际上有另外一种算法 就是用那个购买力评价 来计算 购买力评价英文叫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这是联合国搞的一套数据指标 他就 就说 现在人类生活在 主要生活在城里 城市生活呢 离不开1700多种 最基本的服务 比如吃饭 穿衣 是吧 公交 就出行嘛 还有住房这些东西 另外这个水呀 电呀 包括服务费 理发呀 这些东西 就是 在一个国家 用你的本币 买这个1700多样东西 这个买同样东西 然后跟美国比 美国 买这个1700多样 用多少美元 这个 然后呢 进行 这个换算 然后就叫购买力评价 现在比较多的呢 是用购买力评价来看国力 那么按照购买力 中央情报局呀 一直是按购买力评价 看中美力量对比的 他比我们用得早 知道了 那么呢 按照中期基督说法 中国的 PPPGDP 就按照购买力评价呢 是那个 是14年超过了 那么到了去年 23年 大概是美国的100%用 就超的挺多了 知道吧 这是一种 当然那个 按照汇率呢 我们跟美国差距是拉大的 一年就疫情第二年 我们的GDP 大概占到美国77 77多一点点吧 然后到了 82年就降到70 然后23年就刚过去年 降到64 现在我们俩的差距呢 应该讲 9亿多美元嘛 是吧 它接近27万亿嘛 26.9 我们是17.7嘛 9万亿多一点 那个 这样的汇率计算 确实是拉大 尽管呢 我们增长率比它快 我们去年增长5.2 美国增长2.5 我们是它两倍多一点 但是因为汇率 那个我们人民币对美元下来了 另外我们有通胀 美国有通胀 是吧 它一个通胀 一个汇率提升 就把我们给拉开了 按照汇率计算 中美的那个叫什么 中美的那个 那个那个 GDP差距是拉大 是吧 从那个前面的77 降到64嘛 但是按照购买率评价呢 也就是按照中信局那套指标呢 还是中国领先 而且领先是加大的 知道吧 当然有一些老师 比如说我的同事 迪东生老师 最近呢 那个带了一批学生 是吧 搞出一个新指标 就是看两国的国力 专门研究它 可以在国际上进行交换了 那只有那一部分 那个可以进行比较 因为国内那个不好比较 所以他搞了第三个指标 那么迪老师他们初步的计算 就让他新的这个指标 可交换这个指标呢 好像中国比美国率多一点 是吧 所以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但现在美国好像 有一部分舆论挺盛行的 就是它其实依据就这个 就中美的GDP差距在拉大 然后中国经济到了顶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值一步 那个应该这么说 就是按照目前的市场 这个汇率算来 中国跟美国差距是在拉大 我们得承认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 这个是可以变化的 因为我刚才讲 美国把我们甩开 不是因为它实体经济的增长率 超过我们 是吧 增长率我们是5.2 它2.5 我们差两倍 而是什么 就是它通胀 还有呢 它的汇率这个上升 它泡沫不用拔 那个 所以对去年 这个按照汇率计算 中美的GDP破大 我们当然要承认 这是一个事实 另外要重视 但是没有必要担心